嗨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内容呢 就是一些秋冬服饰搭配分享等等 看这些满满当当的有两箱 然后上面的字就是 旧爱成新欢 就是这一次开箱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这一次购入了全市大牌 但是首先声明一下 我家没有矿我也没有钱 是因为有纸二 所以没错 这一期视频呢 是跟纸二的一期合作视频 它呢是一家时尚女性品牌 闲置买卖APP 很开心能担任这次的开箱体验时 一定要看到最后有福利哦 假如你对我这次购入了 哪些东西比较感兴趣的话 就记得跟我往下看吧 其实我拿到的时候 我已经把它打开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来做一个尾开箱吧 然后我其实有点感冒 说话有一点点冰 但是我觉得挺胜感的 好了 那我们知道讲的是秋冬一定会买的单品有哪些 反正我自己一定会买的单品就是 贵衣和风衣 但是很多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个子比较小一点的妹子 一般都不会选择买风衣 因为他们觉得风衣只有高个子女生才能hold住 但其实并不是 因为市面上有挺多那种长款和中长款的风衣 我这一次在纸案里面就选了两套风衣 一套长款和一套短款 首先来讲长款的吧 像我手里的这一件呢 就是Burberry的一件风衣上身效果呢 给大家看一下 像Burberry家的风衣呢 基本上就是风衣系的扛巴子 他们家的一个版型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但这一点有点不同呢 就主要是他的一个扣子 他的扣子是比较那种夸张一点 但同时会带一点复古的感觉 就是这件风衣拿到手里的整体的质感还不错 那衣服呢基本上没什么瑕疵 就是使用过的痕迹也不明显 就是只要对他们家的一个产品的保养 还是蛮用心的 然后呢我觉得这件风衣的话 基本上比较适合1米68以上 或者1米68的妹子来穿 会比较支撑得住 会比较写气质 像这件风衣的原价是2万多左右 在纸2上基本上4.8折 就可以买到这件几乎全新的 Burberry的一件风衣 像我自己搭配这个风衣的话 我这次搭配的是一个双肩背包 超酷这个双肩背包 这个背包是Alexander Wong Wan 就是我每次听这个牌子 很多人就是读法会不一样 然后比较拗口 Alexander Wong 中国是Wan 国外来是Wan 所以我们就叫它亚历山大王吧 就是它是一个亚历山大王的一个背包 我觉得这个背包超级酷的 就是英文的 呃 风衣 然后搭配这个 双肩背包也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它还蛮适合那种 红客风的 但是搭配风衣也完全不会违和 就它拿到手里的整体一个质感非常好 而且它容量非常大 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瑕疵 像双肩背包的话 在平时的使用率也是非常大 里面可以装书包啊 文件各种 然后它价格非常好 原价是七千多块钱 基本上在纸二的话 这个包价格是两千九百多块钱 而且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瑕疵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这个包真是很百搭 我拿搭风衣皮衣还有卫衣都很好看 然后它整体呢是这里有一个扣子 然后里面的一个容量非常的大 容量很大 然后呢像它这个边边还有这样的一个小设计 第二件的风衣呢就比较适合那种 个子比较小的女生 首先它是一个算是短款的一件风衣吧 然后它整体的腰性呢其实是蛮高的 就是矮个子的女生完全可以驾驭 然后高个子的女生穿呢就会显得比例会比较好 就是腰线会提高 然后它的颜色其实比上一件要更偏密白一点 就是没有那么卡其色 然后它的整体的一个布料呢是属于那种比较薄一点的 像现在穿是差不多正好时候的 然后它的一个上升效果呢就是相对于前面呢就没有那么酷 它更多的是一种比较随性温柔的感觉 但这一件coach的风衣呢它的原价是六千五百多块钱 像现在的话基本上两点六折就可以拿到 像这种版型的风衣真的是比较推荐那种中小个子的女生去尝试 第三件呢就是cucci的这个套头针织衫 它这一件呢就是比较青春比较少女的一种感觉 然后中间大家可以看到是好像是一只熊吧 上手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首先它这个针织衫啊手里的手感是很不错的 因为它的材质呢全都是纯羊毛的 就是我上升之后感觉保暖性还不错 像你下面的话可以搭配牛仔铺啊 或者是那种百折裙都会比较有少女感的感觉 就是我上升的时候我以为会是那种很紧的感觉 没想到它上升还是那种比较宽松休闲的感觉 然后搭配的包包网搭配的还是那个压力山大王的那个双肩背包 就是那种随性中又带你酷酷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那个包也超级超级百搭 然后这一件衣服上升穿的舒适度也很高 第四件呢就是比较帅气的皮 这件呢是match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一个版型效果非常好 现在上升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它整体的一个版型呢是比较有那种硬挺的 不是松垮的就是非常有型的 像穿的话基本上你可以打开来穿 也可以把它立起来穿 立起来穿呢就是超级帅气那种机车风 像你下面呢就可以搭配那种黑色长裤 搭配一个马丁绝超帅气 然后它的一个材质呢是羊皮的 所以它的一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摸起来手感也非常的不错 然后大家可以看它其实是 除了一点轻微的折合 因为拿来的时候可能是有折到 其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瑕疵的 像搭配它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那个压力山大王的那件背包 因为也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那些包包也有一点机车风的感觉 然后它这件皮也超级大 除了衣服呢还有一些包包和饰品 首先这个包包呢就是相当于比较经典的一个 灵格小羊皮 它的颜色还挺特别 就是一个宝蓝色 首先它的一个手感是非常柔软的 然后它的一个size呢就足够 满足于大家一个通勤的使用 其实拿手蚁呢是能看出一点轻微的使用痕迹的 但是它的价格非常美好 原价呢是两万六千多 再指二商的话价格就是一万不到就可以拿到 对于香奈儿的话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接下来呢这个包包也是香奈儿的 它呢就是比较偏Vintage的感觉 它是一个比较偏方形的一个包包 拿手蚁就是那种很淑女名媛的感觉 像它的话我搭配就是前面那个中长款的风衣 其实你日常搭配那种小裙子也是非常好看的 我觉得它就是比较适合那种淑女的女孩子吧 然后它呢基本上我觉得它的使用感不是特别明显 整体的瑕疵呢也是比较少的 然后它一个扣子呢是这样子的 打开来容量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大的 它还是蛮能装的一个包包 里面基本上就是日常出勤啊是完全OK的 像它的话使用率应该也会挺高的 然后价格也非常非常的美丽 接下来呢就是饰品片 我买了两对耳环 这一对呢就是比较偏复古 也是那种Vintage的感觉 它是香奈儿的耳夹 是不是超级复古 有种那种公平复古的感觉 像耳夹的话就是没有耳朵的妹子 也是完全可以戴的 给大家上耳看一下效果 我觉得它的一个上耳效果跟我还蛮搭的 就是那种复古的感觉 但是就是因为戴上去的时候 人要情不自禁的变成那种明远的感觉 说话要慢一点 我觉得这对耳势好好看啊 就是平常假如你穿一个比较正式一点裙子 再搭配一双这样的搭配这样一对耳环还是蛮好看的 而且它不重一点都不重 就轻轻的夹上去OK了 整体呢就比较是那种端庄优雅的女星 就像我一样 它非常非常好戴 轻轻的一放一夹就拿下来 拿下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对 第二对呢 哇我看起来是不是很奢华的感觉 它呢也是一对比较偏vintage的感觉 上面呢是一个比较偏灰的一个宝石 下面呢就是切面比较多 然后颜色比较深一点的这种 上耳bling bling 先给大家上耳看看效果 就是戴上这个呢 瞬间脑子里浮现两个字 有钱 其实我自己一直都不太喜欢戴那种 垂下来的 我觉得我不太适合 但是我觉得这对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就是那种 灵灵的感觉 还有钱哦 它这个绿色的那种宝石的光泽 非常好看 完全不会俗气的那种 好看 像它这对耳环整体的橙色 保持的非常的新 看它正反 都非常的新 这对耳环真的是我第一次上耳 效果比我想象中要好看得多 好啦 以上呢就是我的分享 这一次呢在纸2上的体验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它比同类目的平台上的东西 要更加的时髦一点嘛 就是更加时髦 选项会比较轻松 然后它那个价格呢 定的也是比较合理的 最后呢就是福利时间 在纸2APP上有我的专属 优惠卷就是可以省50块钱 首先打开纸2APP 然后在红包这一项 点开 然后输入 链链 兑换码 就可以领取50元的优惠券啦 纸2上出售的奢侈品 都是由鉴定师鉴定 必付有保险 包带都接受CCIC鉴定 所以关于真假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放心啦